前首相纳吉入狱 罗斯玛被判贪污表罪成立 邦莫达夫妇被判收贿表罪成立 阿多阿兹九项的洗钱罪的审讯将会持续进行 而阿莫扎西他的外国签证案 在来临的9月23号 法庭也会有所宣判 那巫统法庭帮的领袖是陆续排队受审下判 那对于巫统来说 这会是迎来一次重生的契机 和摆脱过去形象的转折点吗 有政治评论就认为 如果巫统能够借着这一轮法庭案的大审礼 来清洗家门 放下法庭帮这个负面的沉重包袱 那么未来的巫统就能够轻装上路 一个新的形象重新出发 告诉人民 现在的巫统已经不是以前的巫统了 那过去那些官司案产生的领袖 他们已经接受法律制裁了 现有的巫统没有维护犯法的巫统领袖和捧党 如今的巫统是个全新的巫统 民众可以放心相信巫统 而如果以首相伊斯麦莎比里为首的官职派 或者说以巫统老二墨哈山为首的党职派领袖 他们能够把握机会 联手重组来翻新巫统这个品牌 或许这是巫统借此漂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 一举摆脱过去给民众贪污腐败的负面印象 那法庭帮陆续受审 这会是巫统跟法庭帮大切割 跟巫统跟贪污告别 跟过去干杯重获新生的一次机会吗 政治学者黄敬发在受访时认为 除了表明不会插手干预司法的首相伊斯麦莎比里之外 其实巫统大部分的领袖 在他看来都是骑墙派都还在观望 那一方面呢 他们的心里或许真的希望巫统可以放下这些法庭帮 迈开脚步向前走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敢做太多的表态 因为他们还在观望 不知道法庭帮的势力是否会成功大反扑 那法庭帮支持者在纳吉入狱 还有其他领袖陆续被判刑 所狂打的司法不公 这张同情牌到底打不打得响呢 那如果打得响有人响应的话 这些墙头草啊 或许很快又会转向 跟随巫统法庭帮的论述 一起强打 没有获得公平审理的同情牌了 巫统党内的党支派像 树立主席 罗马哈萨 他在接受国外媒体亚洲时报访问的时候 也说认为 纳吉应该先进去坐牢 才能够去谈官司的问题 但是他们都没有在党内表明态度反对 而且让纳吉的支持者继续在各地造势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是相当骑强的 武统老二莫哈山对着外国媒体就说 那纳吉如果上诉失败就应该坐牢 但是转过身却又对党内澄清 他没有这么说过 那在政治学者黄敬发看来 莫哈山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武统好一些领袖就是这类型的骑强派 那再到底要支持与法庭帮切割 还是要跟着高韩司法不公 都立场模糊 因为这样的立场可以见风转舵 说变就变 如果纳吉的人造势成功 那他们就要利用马来选民 对纳吉的同情心获取选票 如果造势失败 那他们就称气摇身一变 变成说我们支持巫统获得幸福 而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则提醒 大家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 巫统法庭帮陆续坐牢或受审 就是一次对巫统贪污腐败领导层的大清洗 巫统可以重获新生了 因为如今法庭帮在马来社会 强打另一种视角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那就是 这根本就是对巫统领袖的选择性体控 法庭帮打出的同情牌是不容忽视的 在一方面它们可以称为一种秩序 但是在一方面它们可以称为一种秩序 比过去的贪污腐败坏坏品牌重新洗牌 两边观望的这个算盘呢 可能打的有点危险 因为如果纳吉支持者的肇事真的是成功的话 那么巫统就会面对很大的分力了 因为在现有的情况之下 巫统是不可能丢掉再任的首相 伊斯曼沙比利 所以当现任首相他坚持说 我是不会干预司法的同时 那些下面的虾兵蟹将 却到处在说 纳吉和法庭帮的巫统领袖被司法避害了 那岂不是在给众人呈现一个精神分裂的巫统吗